作词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沉风难解素醉 谁的泪暗红了火锐 小小风雨苦苦地吹 不愿再独自绽放 来日芳华 沉袭浮夕阳 什么人生夜里不眉 左手秋风吹头公安 一律执念 锁在清关 总是沉香流年 好良心 莲星 陷下已无旁人 你有话就直说 皇上 皇后娘娘本是好心 希望奴婢诸身有靠 才将奴婢赐给王庆做妻妇 谁知王庆连畜生都不如 每每吃了那药 便对奴婢肆意打骂淋辱 王庆这样 你为何不去找皇后娘娘替你做主 这样的事奴婢怎有脸对外人说去 更不敢误了皇后娘娘蜻蜓 且有王庆说过 只要奴婢敢对外吐露一个字 她便要让奴婢生不如死 皇上 王庆无耻 辜负了皇上和皇后的恩典 那今日又是为何 今日王庆不当职 他一回到我房就开始服药 奴婢在窗外见他这样 便吓得不敢回去 王庆大约是 邀请发作又找不到奴婢 便发了狂跑出来 王庆可恶 皇上 您得给臣妾做主啊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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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靳冲刚才去王公公房间搜查 搜查到一盒药丸 给齐太医看 这是恶极素案 皇上 自从王公公娶亲以来 一直在奴才们面前吹嘘举妻之事 原来就是靠这种污秽的东西 皇上 请您一定要蒙住王庆的嘴 不许他醒过来以后 说出污蔑臣妾的言语 臣妾在宫里 再也不想见到王庆那个贱奴了 皇上 你一定要帮臣妾出这口恶气 出这份屈辱 李渔 叫人拿马河 堵住王庆的嘴 打断他一条腿 把他赶住宫外 沦为乞丐 这儿 皇上 好了 朕已经处置王庆了 你就别再哭了 王庆这个贱奴 死了都不足为过 您才打断他一条腿 明明也太便宜他了吧 贵妃 你今天也收尽了 早点歇息吧 皇上 下去吧 是 皇上 此事王亲是重罪 莲心 只是无辜受害 还请皇上看在莲心伺候皇后娘娘多年的份上 不要责怪莲心 先起来吧 朕呢 不会责罢莲心的 莲心 朕今日 就取消你和王庆的婚配 若你想出宫 去探访家人 朕也准了 你 奴婚离宫后 家中弟妹无所依靠 日子也不好过 奴婢情愿留在长春宫伺候 你倒不怪皇后 皇后娘娘哪里知道王庆是这样的人 奴婢不怪皇后娘娘 也好 你也好 下去吧 下去吧 皇上 皇上 奴婢还有一事 说 奴婢知道关于玫瑰人生子的留言 的确不是贤妃娘娘传出 而是那日王庆两了差事喝了黄汤 最后胡说出来的 只是奴婢从前深受王庆之苦 家人弟妹也被要挟 所以一直不敢说出来 亲皇上恕罪 娘娘恕罪 你说的话当真 千真万确 先非娘娘恕罪 先非娘娘恕罪 娘娘恕罪 是王庆 那为什么宫人说 是在严禧宫附近传出来的 严禧宫是王庆回武房的 必经之路 他那日喝醉了 躺在严禧宫外的永道边 满口胡说 是奴婢把他拖回去的 正因为如此被旁人听见 就以为是严禧宫传出的流言 王庆久醒后知道自己胡言 便赖在了严禧宫 赖在了贤妃娘娘头上 你说的话都是真的 奴婢不敢妄言 此时知道的人不多 皇上皇后娘娘自然不会告知奴婢 奴婢与严禧宫也肃无往来 若不是王庆胡说让奴婢知道 还会有谁说与奴婢 与奴婢 奴婢在 王庆口中的麻河至死不能拿下 要待以后不许再胡言乱语 皇上不是丈泽大端一条腿吗 至死是 让宫里面的太监 全部集合到慎行司 看着王庆形象 看看还有哪个不知死国的家伙 敢汇乱后宫 这 你这傻子 明明不是你 还愿意把自己关在延禧宫里 朕很是心疼 皇上不用心疼 为了不让皇上在后宫左右为难 也因为皇上一直顾全着臣妾的周全 就算再多得流言 臣妾也愿意忍受 皇上 朕从未真的怀疑过你 你我的琴瑟之情 后宫主人谁都无法比拟 委屈你了 今夜繁星璀璨 那只好看 甚么 甚至好看 这江南的山水 也就是朕 最向往的地方 等到将来 朕带你去看 柔兰狐绿 疏雨桃花 爸 朕喜欢的地方一定会有你 只要能和皇上在一起 去到哪儿都是人间神间 打死你 打死你这个 没有良心弄他 本宫平常对你们不好吗 昨天晚上 为什么没有一个人来着 他 他是 他是副主管 奴才也不敢呢 都是奴才的错 你打死奴才吧 他是副主管 你以为你就不管了吗 啊 都来了吗 本宫 本宫昨天在门口 受了那般歧视大辱 所有人都看见了 都看着本宫的笑话 你们这帮没有良心的人 你们以后 你们以后让我 都没有颜面去见皇上 都没有颜面去见皇上 你 都没有颜面去见皇上 你 已经无用的东西 都给本宫滚 滚 滚啊 这 皇前那个狗奴才 必须得死 是 必须得死 必须得死 是 必须得死 皇上赏王公公贴家官 嘴里的麻盒至死不让拿下来 昨晚已经死了 死了就好 死了他就不会叛扯咱们了 是 你说王亲不会说了什么吧 他的家人在宫外 有高大人在 他怕连累他家里人 不会说什么的 是啊 那就不关咱们的事了 本宫就是不服气贤妃 凭什么大阿哥能交给他养 不能交给本宫养 是本宫先要养大阿哥的 皇上就是偏袒他 就是皇上偏心他 才交给他抚养的 所以才逼得本宫 必须自己想法子 把贤妃拉下来 要回大阿哥 结果才弄成现在这个样子 本宫怎么就没有个孩子 本宫要是有个孩子 那日若是本宫 失了皇上的唤心 皇上看在孩子的份上 也不会不理本宫的 贵妃真是无事生非 非要跑到延禧宫前头去 才会被王亲撞上 也难怪皇上会生气 疏远贵妃 一抬头就见到自己的爱妾 被一个嫣人欺辱 一病散乱 能不气恼吗 可皇后娘娘有所不知 皇上恼贵妃的 未必只有这一桩呢 这玫瑰人生子的流言 多半是贵妃能传出去的 王亲向来笼络贵妃 难保不说与她知 这贵妃诬陷贤妃 也是一哉大阿可 其实有皇后娘娘照抚 非要争长子做什么 可见贵妃有二心 就是这王亲可恶之急 白白害惨了连心 本宫想想真是对不住她 这连心是可怜 可连心没能笼络住王亲 咱们也是白白丢了一颗棋子 如今在皇上跟前的是礼遇 咱们要再想探知皇上的心意 可就更难了 是本宫误了连心 不过暂时也不能放她出宫 免得将我们拿她笼络王亲 探知皇上的心意的事情说出去 皇上最恨别人刺探圣意了 奴婢原想 就算连心要出宫 有她弟妹在手 也不怕她胡说 罢了 她愿意留下也好 别做这些伤殷痣的事了 那就让她在殿外伺候吧 免得娘娘看见她又是心酸 是 主 皇上很久没去贤府宫了 惠贵妃也是聪明反悲聪明误了 贵妃啊那是自己耐不住 非要总是经过咱们宫门前看笑话 原本奴婢还想着 是皇后娘娘辞婚对食的 这样的事应该落在皇后身上 叫她伸受惊吓 那才痛快呢 皇后重规矩 断然不会把玫瑰人孩子的事往外说 唯有可能的就是王亲 可是王亲也不会随随便便就这样做 定是有人在背后指使了 那主是怎么猜到贵妃身上的 起初我也想不明白 直到贵妃想要带走永皇 既有人这样费尽心思地想诬陷我 自然想要得了好处 既让我因玫瑰人之子受到责罚 又惹皇上皇后厌恶 又可以把永皇带走 这两种好处像齐了贵妃的心思 她又在延禧宫门口幸灾乐祸 我便猜到是她 最后也果真没让主猜错 还是李玉和廉卿得利 李玉从盛行司找到了马脚 还和王亲换了当职的时间 直到廉卿从王亲嘴里套出了实话 也算是坐实了贵妃 这贵妃也是行黑 这般无限主 主倒没有告发她 贵妃有这样的家事 哪里轻易焊得动的呢 而且告发贵妃 就是继续戳皇上不想提的伤心事 总之 现在既教训了贵妃 惩治了王亲又救了廉心 还许了您的冤屈 一间四雕 是 既解了我的困局 又解了廉心的苦痛 更绝了宫中的对食之事 主儿 您真的从来都没担心过吗 您自愿禁足 可当时并不知道李玉怡临心 究竟能不能做成此事 万一贵妃再尽谗言 冤定了流言因您而起 那时候皇上想保全您也难呢 自然会担心啊 所以我就赌一把 赌我猜中的人 必会留下疏漏 我此刻留在延禧宫 他们以为我被困住了 便会得意松懈 这样我们就更能成事 主聪慧 可是主儿 那廉心不会把这事说出去吧 廉心这次出力不少 况且我们只是用了法子 翻出了实情 并没有冤枉谁啊 廉心一心想离了王亲 如此也算是得偿所愿了 是的 主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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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皇上请安 主儿 主儿 奴才该死 奴才该死 是奴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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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上呢 皇上 皇上 你跟皇上说我身子不好了吗 奴才跟皇上说了 皇上说 让齐太医来给您医治 让您好上养息 皇上还说 皇上还说他得了空自然来看您 皇上 王亲羞辱了本宫 本宫还委屈呢 皇上都这么些日子不见本宫了 皇上以前从来就没这样对过我 你说皇上是不是怨我了 不会的 皇上若怨您 又怎会让齐太医来为您调理身子 皇上一定疼您的 这次的事 皇上虽然也怪皇后 让连仙与王亲配婚才惹出了风波 可是皇后有儿女在 夫妻总能期末 不像我 连个孩子都没有 皇上说冷着我就冷着我 您虽然没孩子 但您有家世啊 皇上重有高大人 就不会不在意您的 皇上 阿玛 我要给阿玛写信 让她向皇上敬言求情 是 贵妃真的让高兵替她求情 是 高大人这么做 可见也不聪明 不过这次倒是贤妃 赢得很漂亮 贤妃真是越来越有本事了 太后 祁儒有一事请太后懿旨 什么 贵妃说 宿日里所用的药物并不起效 嘱咐其太医换药发 她换不换药都那样 其辱之前怎样 现在依旧怎样 不必为她大费周章 好 奴婢明白 贵妃有喜 这枚麒麟送子金锁 是哀家赏你的 谢太后厚爱 臣妾一定不会辜负太后的期望 诗经有云 灵之指振振公子 麒麟是宋子的吉寿 真正是好意一头 贤妃说得很是 是 怡贵人 哀家希望你能够顺利诞下皇子 是 太后 皇阿娘的礼 实在是心意独到 皇后一向不喜奢华 哀家赐给怡贵人的 这对麒麟金锁 皇后不会嫌哀家老糊涂了吧 皇阿娘一片心意 儿臣怎敢这样想呢 何况怡贵人欲喜 皇阿娘爱护怡贵人 等同是爱护儿臣 宫中祥和平安 才是忠公有德 前几日为了许婚那件事 惹了不少风波 皇帝身边的王亲 都被刺了死 皇阿娘责备的是 儿臣本是好意 不想却生出宫尾祸事 儿臣真是无地自容 皇后是好心 可妾要记住 凡事都不能伤了天和 哀家多次叮嘱你 中公以养育皇嗣为要 你舍本竹墨 不该如此 儿臣知错 不 启禀太后 皇后娘娘正忙着皇嗣之事呢 皇后娘娘命胎医院 多多熬制做胎之药 每日送往各宫之中 臣妾们领受恩惠 很是感激皇后娘娘的此心呢 嗯 起来吧 都坐吧 谢皇额娘 谢太后 那也罢 皇帝呀 前几日哀家命人 夜观天象 祈求祥瑞 卿天剑 有没有和皇帝说结果怎样 卿天剑说天象祥和 尤其是北天女秀星 伟代小星 连续数月格外明亮 就是说啊 后宫的女子 会有大贵之胎 儿子的心里啊 甚是欣慰 女秀星形如蝙蝠 寓意福诏多吉 看来一贵人这一胎 是大福之相 如此 宫中更不能有白氏相撞啊 儿子明白皇额娘的话 会让玫瑰人安心休养 儿臣向皇额娘和皇上求个恩典 仪贵人侍奉皇上多年 他的位分也应该升一升了 仪贵人生产丸 无论是男女 朕都会尽他品位 皇后娘娘 这仪贵人有孕 臣妾瞧着他住的景阳宫 也许久没有粉刷了 这浑浑沉沉的也不适于养胎 若是能修饰一番 这仪贵人住着也舒心呢 甚好 皇额娘 儿臣一定会细心修复锦阳宫 让仪贵人好好安胎 如此便好 谢太后 谢皇后娘娘 谢家贵人关心 贤妃可以协理六宫 也可以一同照顾仪贵人 皇上 你教养永皇很好 可见你很会照顾人 皇上 贤妃之上还有贵妃 若撇弃贵妃 让贤妃协理六宫 怕是贵妃心里会不好受 而且贤妃年纪还轻 皇后 这持世之稳重 无关于年纪长久 贵妃身子虚弱 今日不也是没能来吗 等她身子好些再说吧 贤妃虽然可以为你分担 但她对后宫之事 还不够娴熟 你多指点她便是 是 那贤妃既然皇帝看重 你就多学着点吧 臣妾遵礼 皇上 皇上 贤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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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后 你是朕的嫡妻 朕知道 你并无坏心 可有些事情 无需多此一举 有得皇娘挑剔 也让六宫不拟 臣妃明白了 你也无需过分自责 谨记教训便好 是 臣妃恭送皇上 好 娘娘 皇上 给了贤妃协力六宫之权 这回真的生了本宫的气 皇后娘娘别过分焦心 王亲那事也是财出 至今过了就好了 还有 皇后娘当众不给本宫颜灭 是本宫自己不好 太后的心思也是难刺 让您受委屈了 给皇上请安 看什么看得那么入神 皇后娘娘给了臣妾 几本历年的账本 让臣妾学着看看 这账本繁琐 看得很累吧 还好 也都快看完了 不得不称赞一句 皇后娘娘高明 怎么说啊 先帝晚年的嫔妃数目 和皇上刚登基的嫔妃数目 相差无几 皇上登基后后宫的开支 就少了一半 一笔一笔账目啊 非常清楚 可见皇后娘娘的节俭知道 你这么快就看完了 这原本应该是 内务府的差事 你居然看得懂 臣妾哪能看得完啊 臣妾只是挑了 皇上登基前两年 和先帝去世之前这两年 便得出结论 这样既可比较 又可致皇后娘娘 致功有效 你倒是精明 可见朕要你协理六功 真是找对人了 子曰 痴之者不如好之者 好之者不如乐之者 子曰 众人已善 众人已善 永连 永连 你若困了 便去洗把脸 醒醒身 皇后娘 二臣每日早起 真的喝累 二臣想睡一会儿 皇子们读书 都是这般辛苦的 你是嫡子 更不能落于后人 皇后娘也知道你很辛苦 所以才陪着你一起啊 我们再看一看好不好 皇后娘 你何时变得这般娇气 如此不停化 那就到门口 好好清醒清醒去 娘娘 虽然春日离了 可外头风还冷呢 非得如此 非得如此 才能让他醒来这份瞌睡 邪房殿照顾皇子 不是也不许过宝过暖吗 站在这里 娘娘 啊 啊 啊 你知错了吗 儿臣知错了 是不是着凉了 凉 收好凉啊 好孩子 皇后娘也是为了你好 你是嫡子 你若是不争气 皇后娘还能指望谁啊 好了 快跟额娘进去吧 主啊 您看这蛇 让奴上信得可听话 您 您看啊 来 给主吐个舌头 来 给主吐个舌头 来 这 这 这还没到京哲 这蛇 蛇有点泛滥 主 我跟您说 就这蛇到了夏天 往脖子上这么一披 浑身这个透心凉 特别的凉快 京哲还没到 你小心点你的蛇 别放出去伤了人 放心吧主 这蛇 这蛇奴太养得是无毒的 伤不了人 主 这是刚饿好的银耳羹 您尝尝 润肺 暖胃 主 琵琶新换的琴弦 您试试音色 咱们好久没听主弹琵琶了哈 真是荣幸 主这一首琵琶弹的哈 不仅我奴才爱听 就连这两个孔雀都爱听 说不准这孔雀一开心 给主开个瓶呢 皇上 皇上 娘娘 皇上今晚在饮喜宫 娘娘 奴婢给您倒杯水吧 苏练 你瞧着 皇上对本宫好不好 自然是好 您是中宫又有儿女 难道皇上对本宫好 就是为了这些 自然不是了 皇上以前 曾经换过本宫的闺名 郎华 不知什么时候 皇上对本宫 只以皇后相承 本宫已经许久 没有听过皇上 换本宫的闺名了 娘娘 夜深不宜多思 恐伤奉听 五言梦回 发现夫君不在身边 怎能不伤感 娘娘 您贵居奉位 不必如其他嫔妃一般 伤感这些啊 在奉位之上 便得日房夜房 顾着这个位子 不被别人夺去 因为如果被人 从这个奉位扯下来 不只是自己的前程不保 还连累儿女族人 本宫又有何颜面 去见傅茶室全族 皇后娘娘苦心 皇后娘娘 皇后娘娘 进来 皇后娘娘 邪方殿嬷嬷来报 二二个染上风寒 浑身滚烫 请娘娘快去瞧叫 永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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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来没有犯过孝症啊 书臣直言啊 孝症 是胎理带来的一种弱症 有些人体质强健 许是一辈子也不会发索 有些人天生体弱作病 从婴还是就熬不住 那也是有的 二个是疲劳不安 悬心紧张 又兼风寒勤体 才勾出藏于体内的弱症 那能治好吗 齐太医 无论如何 你都要治好用脸 若是好好养着 可保一身康健 若是不小心仔细 那会如何 二哥有神明忽悠 必毁护养的 你是依旧 要依赖神明 可怜了永烈 两年别伤心 您得打起精神照顾二哥 齐太医 二哥的安康就拖来您了 臣自当尽心竭力 保二哥康健 娘娘 那臣这就去掀开药了 你先下去吧 刘连长这么大了 却得了这个不治的证捧 那苏联 这可让本宫怎么办才好啊 娘娘别急 宫里有的是太医 实在不济 我们还能告诉老夫人 让他去宫外寻那些神医妙方 二哥一定会没事的 本宫知道 这孝正的厉害 不攻得唐兄就得过象征 一时不能骑马射箭 须得小心掩护 这群长人还好心 可永烈的是嫡子 是皇上的既往 不能欺慕 这有什么指望 二哥聪慧 习闻也是一样的 能闻不能无 如何做一个皇子 如何能辅佐皇上 可怜这孩子 已是要病动转身 落于人后 这蓬公想一想 就觉得好怕 前朝是盲 有空的话 替朕多看看仪贵人 为贵人出事 朕不希望仪贵人 有什么不妥 皇上放心 起驾 主失宠的时候也刺秀 如今得宠了 忙着陪伴皇上 还不够了吗 又秀上了 失宠的时候 得学会平心静气 得宠的时候啊 更要提点自己 不能心腹气躁 就像绣花 一个眼错全盘皆毁 一枚针鞋 扎到的就是自己 所以动心忍心 一步都不能做 主说得有理 您喝口蜂蜜茶吧 清热热灶的 好 你安静了 做事也妥贴 小厨房有去碎留下的 槐花蜜 最是清热凉血 你拿一瓮随我去 仪贵人那儿送给他 那槐花最娇气 成百棵树上摘下的花 也经不起那几帧 最后只得了 两小雾槐花路 再用野蜂巢里的蜂蜜炼了 统供就那么点子 除了还要拿去做人情 仪贵人这一胎 要是能安安顺顺的 皇上也能解了玫瑰人 生子的心结 说来仪贵人和玫瑰人 都是下人出身 伺候了皇上便翻了身 一玉玺 更是胜倦隆重 你羡慕了 哪里呀 你必只是顺嘴一说罢了 楚 刚好好的做开药 您快趁热喝了吧 难喝得很 吗 我 是 不 你 要 她 吃 吃 我 小邦你干吗呢 主有所不知 今儿是经浙 蛇虫鼠蚁都出来了呢 撒些石灰粉 他们便不敢乱窜了 快快快 慢点放 慢点放 轻着点啊 能再给贤妃娘娘请安 颜色倒是真喜气 可不是 皇后娘娘嘱咐了 说这颜色啊 要喜气才吉祥 贤妃娘娘您瞧 这梁柱都妙草附近 鲜利得很哪 倒真是费了心思的 倪贵人家里边吧 我们主身子骨疲倦 此刻正在暖壳歇着呢 贤妃娘娘请 是仪贵人的身影 快进去瞧瞧 先费妃娘娘 先费妃娘娘娘 你叫蛇 这蛇有毒的呀 有毒的呀 有熊黄粉吗 有有有 这是宫里长辈子的 快去拿 你别着急啊 去拿熊黄粉了 啊 落花醉了没缘 恍若人生是初见 情思染了双眼 情思染了双眼 携手共浮尘十万千 心事推了红月 眼前相思已凌乱 泪光藏了誓言 相约一生何曾改变 花开盛 花开盛烟花一彩 谁在拨琴弦啊 祈弄深处人一散 独自唱绿歌啊 暮色痴痴成离弯 暮色痴痴成离弯 人一如梦空皆胎 人他似水流年 看俊作战 永远 构还缘 尝词 穿 偶定 词 一干 你 什么 态 人一干 你 River 神 你 不敢看 已悄然远离 若有来世盼你我皆寻成不易 再相略不离不弃